Konohama 你说你怎么教的Boluto 整天就知道打游戏 吃汉堡 跳西舞 最近又沉迷熬夜看世界杯 搞得他天天上课没精神 哇 你是不知道哈根廷这一场 他真的我哭死了 哎 行啊 我可算知道咱们这番燃不起来的原因了 你们再这样下去 我怎么放心把村子交给你们 这可是你爷爷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村子啊 期待大人教育的事 我一定以期待大人为榜样 带着Boluto好好的精进人数 以我为榜样 Boluto 告诉我最强大的人数是什么 炸药素 That's right 传说中当年你debut 就是用这个Bug级人数打败了灰烟级 现在告诉我 炸药素的秘诀是什么 更大 更像 更苗条 哎 没隔起来 变一个给我瞧瞧 YES SIN 不对不对 曲线还是不够明显 再来 YES SIN 来 再来再来 那啥 Boluto的事情就不麻烦你了 我会亲自教育的 我和SUSK马上要出发和大同墓决战了 但是你知道那个大同墓的实力 因为我们两个人不足以打败他 我们需要队友 你作为三代火影的长孙 又是我的弟子 习太三马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已经做好了觉悟 这件事情我义不容辞 是时候报答村子的养育之恩了 Naruhodo 你小子还真是让我划目相看 今后啊 博影的位置归我了 你的房子也归我了 初天小英也归我了 你就安心去吧 也得繁荣苍生 就看我木叶丸大人了 Kore 老子 跟你别生气嘛 其实我刚从大石玩基地里回来 这是他最近研发的 可以让人变年轻的药丸 时间仅此一刻 比如说吃了就能年轻十几岁 十几年前的疾风钻 所以只要我们当中的谁 扶下这颗药丸 实力就会重回疾风钻 就比如说期待你吧 重回十几岁 六道模式都随便开 那到时候对抗大统 岂不是变得so easy Korehama了 你总算做了一件好事啊 那这颗药丸 我就不客气 啊 呜呜呜呜呜呜 当然是给我木叶丸大人了 Kore 当年的我可是随随便便 出个丸子 就干掉了一个配恩 拯救木叶与水火的存在 Kore 后人家就交给我木叶丸大人吧